谢谢老师,我就想问一下,中国目前经济质账,中国政府除了现在加大投资,然后还有点政策之外,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? 我觉得加大投资的话,不是解决中国政府问题的办法,中国投资规模已经那么大了,中国现在能做的就是减税,我原来提议的就是减一万亿的税收,个人所的税和消费税,在家庭的基础上面的话去做一定支持。 然后如果政府的话,财政的话,有短缺的话,可以中央政府发财去补一下,这样呢,就是我觉得对中国的经济的话,短期的话,唯一的有效果的一个政策。 其实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其实是努力的,但是实际上他们今天财政收入究竟是哪些年纪的平民? 中国现在这五年的话,财政收入增加了两倍,但是现在政府的话都说钱不够花,所以我觉得这个财政这个支出啊,就是财政支出的话,这方面是要有改革的,不改革的话,再多的钱的话也不够。 而这些钱的话,全花在投资上面,或者有很多浪费,这经济的话,要恢复的话也就很困难,所以中国财政的改革的话是很重要的。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,中国的监管层才会出政策,然后才会给钱呢,就是这种,就是说,财政的财政是吗? 是,我觉得呢,因为经济有问题的话,用这个做一个理由的话,要政府的话,更增加开支哦,就把政府的开支变得更庞大,我觉得这是错误的。 中国这条路的话,走的已经过远了,现在的话,应该是把那个,把那个收入的话,朝家庭转移,然后呢,使得中国的消费跟那个投资的话,能够平衡,这样呢,中国的经济才能健康的发展。 如果中国现在每次的话,遇到经济困难,又搞大的投资事迹,又增加政府的开支的话,我觉得这是错误的,而且是给中国经济以后带了更大的麻烦。 你觉得现在目前新一轮的经济计划,有没有什么可以? 我现在就还没看到这个,就是那个,因为现在其实地方政府最,他们就想通过房地产赚钱,我觉得这个是,这是地方政府最想看到的,我觉得要做到这个是很困难的,中国房子的话卖的太多了,很多城市的话,老百姓收入低,人口又不涨,你怎么能卖那么多房子,不太可能啊,所以中国的话,唯一的一个,中国降息也是错误的, 降息到中国有通胀,降息的话是错误的,所以中国应该要减税,中国在短期的话,没有第二条路,只有一条路能够持续进去,就是减税。 你刚刚也在说房地产就是说,那个就是不能让它加大投资,但是我看到,长三角地区的房地产现在已经开始有付出的迹象,那第一波下降之后的话,总有一些人呢,回来那个买房子的,这个市场是都是这样的,07年那个中国的股市下滑的话, 它也是好几波的,那个房地产的下滑也是这样的,不过时间呢,更长一点,所以一般的房地产市场下滑,周期的话至少三年了。 但是这样的话,他们政府跟对方之间怎么回应呢,因为地方政府的话,百分之五,开支收入是不是还对了? 因为地方政府只有这个控制开支啊,这个收入增加了那么多还不够花,这说明地方政府的那个花钱的胃口的话,这几年涨得太快了,这个是所以呢,你不能够从光从拿签字上面去考虑怎么解决问题,也要从花签字上面去看看,要考虑这个钱是不是花的太多了。 所以这个地方政府也要花自己有的钱,不要花借来的钱,不要花泡沫的钱。 那那您觉得呢,就是说,那几个中国政府的什么行政局? 几点的话,跟行政局的数据比较多,因为在原来的话,正常原来的数据是行政局,但是现在的话,积分到十次,这样的话,是不是一个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? 是不是要削减政府的开支? 我觉得这核心呢,就是说中国在官僚的那个,在考官的这个体制上面的话,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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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就是强调那个财政收入和那个,呃,就是那个GDP啊。 所以呢,一般呢,就是新上任的官员的话,都会提出对财政收入的话有目标,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,所以这个体制上面一定要改,在考官上面的话,要从这个财政收入和GDP上面转向,以民间调查,民意为主的这样一个,对官员的一个,一个表现的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审查。 所以老百姓认可的人的话,才能提拔,就有这样的体制的话,中国这个这个经济,呃,这个财政的话,才能,那个浪费的这个问题的话,才能得到改善了。 现在就是说温州金改,温州金改的话,其实很多人都不太好,因为它的里面的内容啊,跟那个就是说,给的条款原来就有的,为什么? 对,我觉得这是一个,主要它是一个,我觉得是,它是个概念,它是个概念,它是为了转移,呃,我觉得有点转移视线啊,因为温州的问题是借钱炒,然后炒爆了这样一个问题啊,然后,然后谈到了金融改革,好像这个问题是因为金融体制不完善引起来的,然后呢,就是通过金融改革能解决这个问题的,这个我觉得是远离那个主题了,这个主题的话是,是借钱炒,炒爆了,这些后果的话,政府和企业的话要负责的,呃,你要转交到 其他地方都是不可能的